星火族死后 留下来的尸体 并非真正尸体 虽看得见 但实际上却介于虚实之间 所见并非所得 林默宇撤掉所有防御 伸手接触火焰 并没有感觉到丝毫温度 试着用海谷地狱将其笼罩 火焰并没有对海谷地狱 造成任何实质伤害 海谷地狱也无法将之锁定 先前的白星 在爆炸的时候 标记已经消失 灵魂也随之失去锁定 林默宇试图用报运术 可无法锁定的情况下 报运术都用不了 恒星不灭 星火永存 看来也不仅是句口号 也不知远古之时 又是如何杀死他们的 曾经的千亿族人 到如今不足十万 死了九成九以上 如果说真杀不死 那些星火族人 又是如何没的 林默宇百分百肯定 星火族并不是真的杀不死 只是自己暂时没有能力杀他们 换种说法 自己还没找到 能真正杀死他们的方法 只是令他感觉奇怪的是 远古时期 为什么要留下这十万星火族 并且三十封印这片空间 星火族能从千亿 被杀到了不足十万 说明当时人族 绝对有能力灭掉星火族 可为什么要放他们一马 将他们留下来呢 其中又是有什么原因 林默宇换个了角度去思考问题 他不再思考 如何杀死星火族 而是思索着 当年留下星火族的原因 将自己所知 有关星火族的所有信息 全部汇总 又再度查看起石碑上记载的信息 林默宇终于发现了一丝端倪 石碑上说过 命运天尊从命运长河中看到了未来片段 会有人进入此处 林默宇相信 命运天尊绝不仅看到这里的一些未来 还有可能看到了更多未来 林默宇有理由怀疑 正是借助命运天尊看到的未来画面 那位神秘主人才会做出各种布置 一给星火族留下一些残余力量 等着自己到来 林默宇想到了魂灵战舰里的事 还有圣服天尊留下来的东西 似乎那些天尊 对于未来也有一些布置 而且这座石碑 明显是在战后力下的 应该是在这里留下了什么 林默宇心中一动 骷髅神将顿时散开 在这方世界中开始寻找 对于远古时期的那位神秘主人 林默宇始终心怀敬畏 从目前所得知的信息中来看 那位神秘主人的地位十分之高 隐隐地还要超过天尊 而且在他手下 有一支可怕强大的军团 这支军团和自己的亡灵军团 有很多相似之处 林默宇甚至怀疑 自己转职觉醒的职业 是不是就是来自那位神秘主人的传承 天尊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 并且留下传承 那位神秘主人没理由做不到 迷雾重重 林默宇越感好奇 上一骷髅神将对这方世界 展开地毯式搜索 一点蛛丝马迹都不容错过 战舰之中 清飞和水纸兰不知道林默宇要做什么 不过 他们很识趣 林默宇没有说 他们也不多问 因为林默宇的到来 他们才算得救 看看同在战舰中的十几个幸存者 一个个都昏迷不醒 命算是保住了 但能不能醒过来 还不知道 相比来说 自己已经算是幸运 那还有什么可以奢求 刚才的大战 他们再次死里逃生一把 运气已经爆棚 现在更不会有更多要求 林默宇消失了 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 不知所踪 他们不知道林默宇去了哪里 但这并不重要 只要骷髅还在 林默宇就还在 林默宇随意选择了一个方向 急速前行 在三光伏的加持下 他的速度快到惊人 他要看看 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火焰被抛在身后 转眼就消失在视线中 距离太远 火光无法照耀过来 四周再度变得一片黑暗冷静 星火族世界之大 超过了林默宇的预计 比起林默宇经历过的 任何一个秘境都要大 显然 当年在掠夺星火界的本源之后 还是给他们留下了 很广阔的生存空间 林默宇走出了上千亿公里 终于抵达了来星火界的边缘 一层强大无形的屏障 挡住了林默宇的去路 这是世界屏障 也被称为世界壁垒 无比坚固 就算是圣尊都难其打破 只有那些走过神路的至尊 才有能力打破世界屏障 而且 必须要强大的至尊才行 林默宇触摸着世界壁垒 这里曾经是一方世界 和大世界一样的真正世界 并非小世界那种 只是他们不如大世界那般强大 最终被大世界掠夺吞并 不过人族还是给了他们 足够大的空间 让他们可以自由生存 同时大世界也对他们进行了保护 以免他们被别的世界吞并 谁对谁错 是恩是仇 已经说不清了 林默宇作为大世界的一员 他不会去分辨是非 他要做的 就是守住大世界 对他来说 这就是最正确的事 外面又是什么 林默宇自言自语着 他伸手 按在世界壁垒上 试图感受外面的世界 壁垒并不透明 无法用肉眼看到 不过凭借极度敏锐的灵魂 林默宇还是感受到了一些 世界壁垒似乎正在不断震动着 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对他进行撞击 这种撞击持续不断 世界壁垒也震个不停 除此之外 林默宇便无法感应到太多 仅是这一种信息 无法判断出更多 林默宇也只能放手 接着他又动用了一张三光符 朝着另一个方向行去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星空 绘制出星火界的轮廓 逐渐的 星火界的大小规模 在林默宇脑海中成形 星火界成圆形 直径约两万亿公里 比起秘境副本 星火界要大得多 哪怕有一亿骷髅神将 分散在这个世界里 也不够用 林默宇虽不着急 可也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他把所有骷髅神将都放出去 整整五亿骷髅神将 一起进行寻找 终于 骷髅神将有了发现 星火界里 除了一颗白星 近十万恒星 还有一些行星存在 这些行星看上去 和普通行星没任何区别 而且 根据石碑中的信息来看 没有成为恒星的星火族 就是行星的模样 所以林默宇开始演示 忽略了它们 当骷髅神将 把星火界探索得七七八八时 地形图在脑海中形成 林默宇赫然发现 这些行星所在的位置 组合一起 赫然就是一个符文 神秘主人的布置行星 原本在众多恒星的笼罩下 所处位置似乎有些混乱 没有规律 林默宇一开始 也没有发现这一点 现在星火界的地图 基本构建出来 恒星消失 林默宇这才发现 这些行星彼此之间 竟然组成了一个符文 并不是古符 就是一个普通的符文 林默宇凭借着自己的符文知识 迅速分析出了 这个符文的性质 这是个指向符文 作用很单位 就是用来指路 具体指向哪里 要把符文激活后才能知道 林默宇来到一颗行星边上 这颗行星是 整个符文的起点 将灵魂力注入其中 行星顿时被点亮 在星空中闪闪发光 果然 林默宇嘴角扬起微笑 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这就是一个符文 灵魂力持续注入 行星彻底激活 随后它向外蔓延 在星空中出现了一道明亮星光带 连接到了第二颗行星 第二颗行星也被激活 它又继续向外蔓延 整个过程就像是有一只无形大手 在星空中绘制着符文 林默宇持续注入灵魂力 将这些行星连接到一起 同时它眼中泛起笑意 对于那位神秘主人的布置 开始有些明白 命运天尊通过命运长河 预示了自己的到来 神秘主人种下封印诅咒 令星火族实力大减 但又保留着一定战力 如果有人意外来到这里 就会被星火族杀死 想要杀光这里的星火族 至少需要彼岸境的实力 如果不是彼岸境 那就需要像自己一样 拥有无穷无尽的大军才能做到 随后要发现 行星组成的符文 需要以宏观的视角去查看 激活符文 同样需要强大的灵魂力 普通神尊不可能做到 同样需要彼岸境 林默宇心中一紧 他感觉到了 那位神秘主人的可怕 所有的布置 环环相扣 好像就是为自己所准备的一样 别人近来根本没用 这是个可怕的存在 林默宇对那位神秘主人的敬畏感 再次加重 能算计到这种份上 感觉已经超越了天尊 那就看看 你留下了什么 行星一颗颗被激活 百颗行星按着特定顺利连成一体 逐渐地 巨大无比的符文逐渐形成 它以星空为部 灵魂力为墨 在星空中闪闪发光 符文形成的刹那 一道洁白明亮的光射出 变成一条星光大道 林默宇踏入其中 星光大道中顿时涌现距离 推着它前进 林默宇不做任何抵抗 随波逐流 星光大道穿透表层空间 逐渐下沉 林默宇身处星光大道中 也跟着一起下沉 它进入了深层空间 林默宇意识到 自己还是小看了这个符文 这个符文竟然可以带着自己 进入深层空间 证明它并不是单纯的 指引方向的符文 紧接着 它又意识到了不对 不对 符文不会错 就是指此方向的符文 突破空间的并非符文 而是留在符文中的力量 是那位神秘主人的力量 这股力量很奇特 我竟然没有发觉 林默宇心中微有骇然 神秘主人明显在符文中 隐藏了力量 而且连它都无法发觉 由此可见 那位神秘主人的强大 实在是可怕无比 林默宇发现自己正在加速 以它对空间的感知之道 很快就要到达世界边缘 星光大道终于到达尽头 尽头正是世界屏障 深层空间不像星空那么安静 这里有无数流光在飞舞 映照出看似杂乱的色彩 原本无形的世界屏障 也被流光照映出来 世界屏障宛如琉璃般 反射着万般色彩 看上去极为梦幻 在星光大道的尽头 世界屏障下 漂浮着一个光团 无论深层空间如何变幻混乱 都无法影响这个光团 林默宇有种感觉 这个光团虽然看似深层空间里 但好像又不在这里 两者间有种强烈的撕裂感 深层空间的流光 直接穿透光团 根本没有不受阻碍 虚实之间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林默宇意识到 这必然是那位神秘主人的手柄 他把留下来的东西 置入虚实之间 所以才不受外界影响 这种手段 让林默宇想到了星火族的星火 同样是虚实之间 不受外界影响 看到这一幕 林默宇豁然开朗 知道如何能彻底杀死星火族 要用虚的力量 才能杀死他们 知道归知道 不过自己还没有能力做到 在光团中 有两个盒子 外加一颗珍珠 盒子林默宇见过 就是那种用古符封印起来的盒子 而且 每个盒子封印的古符都一样 想打开的解法也不相同 关键是在那颗珍珠上 远古时期 珍珠用途广泛 用来记载传承和信息 都很好用 林默宇想知道 那位神秘主人 在珍珠里留下了什么信息 应该是什么传承 天尊的传承 已经不能用普通珍珠承载 就和如今再用的玉牌一样 远古时期的珍珠 也是分等级的 那位神秘主人的传承 也不可能 用这种等级的珍珠进行承载 如果真是传承 至少也要像云雾宗里 留下的那种珍珠才行 林默宇试着接触光团 很意外 他的手没有任何阻碍 就伸进了光团 接触到了盒子 光团介于虚实之间 林默宇也不知道 那位神秘主人 是如何做到 想虚就虚 想实便实 那种层次的力量 还不是他能理解的 很顺利地将两个远古盒子 李德的 从光团中拿出来 林默宇懒地看一眼 直接收到了储物空间里 反正现在他也打不开 看了也是白搭 索性眼不见心不凡 储物空间里 有四个盒子 安静地躺在那里 其中一个已经开启 三个还没有打开 最后林默宇触碰到了珍珠 光团骤然放大 将林默宇笼罩在其中 珍珠绽放出璀璨光芒 光芒之中 出现了一张巨大宝座 宝座笼罩在浓雾之中 朦朦胧胧 看不真切间 林默宇本能地感受到 这张宝座十分精美 无比珍贵 在宝座之上 浓雾之后 似有一个人影 紧接着 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你终于来了 声音平静冷漠 透过雾气 无法分辨男女 听到声音 林默宇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 对方好像早就知道自己会来 一直在等着 只能新见一句你终于来了 令林默宇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显然 这位神秘主人 知道自己会来 一直在等自己 林默宇并没有感觉 珍珠上有残魂存留 这也意味着珍珠里记录的 仅仅是曾经的影像 不过林默宇也只是猜测 不能完全肯定 毕竟这位神秘主人的手段 太过高超 或许是用了自己无法理解的手段 留下了自己的一丝意识 神秘主人的声音再度响起 你不用猜了 我并没有留下灵魂 林默宇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对方连自己 在想什么都能猜到 对于这位神秘主人 不由更加敬畏 这种神秘存在 让他不得不生起如此感觉 林默宇没有开口 如果这仅是影像 他开口并没有意义 两者不能有问有答的对话 对方只是想给自己看一些东西 他只要听着就好 神秘主人的声音 再度透过浓雾传出 你不需要说话 只需听着看着 林默宇有些无语 要不要这样 这样一来 显得自己好像有些傻呀 心里想什么都被猜到 一点也不好玩 珍珠中爆发出更为强烈的光 光团越发璀璨明亮 并且由虚化石 挡住了深层空间中的万道流光 一切变得不真实 那位神秘主人 越显神秘 神秘主人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知道 你想修复神路 但我要告诉你 神路是修不了的 又是一句彻底颠覆 林默宇世界观的话 林默宇彻底惊望 内心真正掀起惊涛骇浪 这位神秘主人竟然告诉自己 神路是不可修复的 林默宇在心中怒吼 这不可能 自远古以来 人族世世代代的圣尊 都在为修复神路而努力 不只是人族 其他各族的圣尊 也在做着同一件事 至尊曾经告诉过他 可以重铸神路 可是神秘主人的话 他又不得不信 林默宇很想反驳对方 可对方只是影像 他的反驳都无处可去 神秘主人继续道 你不用想着反驳我 在大世界里 我的话就是真理 神路不可修复 只可新建 林默宇猛地一惊 神路不可以修复 但是可够新建 他的耳朵猛地竖起 仔细聆听 如果没猜错的话 接下去这位神秘主人 将告诉自己 新建神路的方法 是的 林默宇没有猜错 神秘主人确实告诉了他 如何建立新的神路 修复神路 这是条死路 根本走不通 想建造新的神路 虽然十分困难 但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在讲完之后 珍珠破碎 神秘主人的影像随之消失 此刻星光大道消失隐去 林默宇自深层空间里离开 重新回到表层空间 此刻林默宇目光略显低沉 整个人都散发着 令人压抑的气息 之前他的目标是修复神路 没想到 这个目标被彻底颠覆 现在他有了新的目标 他不断思索着 那位神秘主人的留下来的方法 拳头微微握紧 行吧 再难也要去做 只有新建神路 成就至尊 才有机会接触大世界符文 林默宇在心中理心建立信念 他转念想通 现在至少比之前好 之前想要修复神路 但是连修复之法都不知道 如今虽然明确 神路无法修复 可至少知道了 新建神路的完整方法 其实比起以前 其实是更进了一步 林默宇眼中略微的小失望 被更大的希望 要替代压抑的气息 也逐渐消失 思绪的变化就是如此奇特 当一箭始终都想做的是破灭时 就会产生极大的失落感 沮丧 无助 甚至崩溃 可这时 又有新的事出现 并且比之前更有希望时 心情又能迅速走出低谷 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林默宇就是在大起大落间 重新建立起了目标 这位神秘无比的存在 在这里的所有布置 就是为了两件事 一是告诉林默宇 神路不可修复 只能新建 这件事对林默宇十分重要 让他不会走弯路错路 第二件事 是实打实为林默宇留下的机缘 林默宇目光在星火界中扫过 低声道 从此以后 没有星火界 也不再有星火族 他的声音平静无比 却又充满杀意 他的身影在星空中消失 与此同时 所有的骷髅神将也集体消失 战舰之中 清飞和水指兰 看到骷髅神将突然不见 莫名的 他们两个都有些紧张 没了骷髅神将们的保护 他们顿时失去了安全感 并且有些为林默宇担心 水指兰带着担忧 林师兄不会出事了吧 清飞摇头 应该没事 以他的实力 不可能出事 虽然他不知道 林默宇的实力达到了什么程度 但感觉林默宇不会有危险 虽然对林默宇有信心 不过清飞的眼中 依旧有着些许担忧 直至数分钟后 林默宇出现在战舰外 这种担忧才消失 水指兰带着惊喜 林师兄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林默宇微微一笑 当然没事 此件事了 我们该走了 清飞道 林师兄找到出口了 林默宇点头 找到了 战舰在星空中缓缓前行 虽然受损严重 但基本的飞行还是没有问题 林默宇操纵着战舰 来到一团星火边上 赤红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在火焰中心 还有一团洁白如雪的火焰 这团由白色恒星留下来的星火 也是所有星火中最为特殊的一个 林默宇没猜错 神秘主人有能力杀死星火族 这些人就是他故意留下的 当年神秘主人留下了这些星火族人 不仅动用了封印与诅咒 还留下了一个后手 相比封印与诅咒 这个后手才是真正的大杀器 决定着整个星火族的生死 也决定着星火界的存亡 而这个后手 需要在林默宇杀死白色恒星 并且获得神秘主人留下来的影像后 才能获得正确使用方法 林默宇以纸为笔 以魂为末 在星空中绘制出了一个符文 符文闪烁着微光飞入星火 钻进了中心的白色火焰里 整团星火顿时轰鸣 星火瞬间扩大 越过亿万里 顷刻间吞没整个星火界